1. 学习 1. 学习生词 1. 请 1. 请 1. 一起吃饭去 1. 今天我请客 1. 有什么好事儿了? 1. 这么高兴 1. 网友 2. 网友 2. 你有网友吗? 3. 有几个 3. 你呢? 3. 酒店 3. 酒店 4. 你上次推荐的酒店真不错 5. 我也是觉得好 5. 才推荐给你的 5. 菜单 5. 菜单 5. 服务员怎么不给我们菜单? 5. 好像都在墙上贴着呢 5. 吓了一跳 5. 吓了一跳 5. 吓了一跳 5. 嗨!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5. 是你啊! 吓了我一跳! 5. 贵的要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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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进这家店看看怎么样 5. 还是别进了 5. 听说 5. 这儿的衣服都贵的要命 5. 紧张 5. 紧张 5. 紧张 5. 不知道为什么 5. 我一看见王老师就紧张 5. 我也是 5. 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也一样 5. 减肥 5. 减肥 5. 你在减肥吗? 5. 吃得这么少 5. 不是 5. 我刚才吃了一个面包 5. 听说 5. 听说 5. 你最近见过小李没有? 5. 他去外地进修了 5. 你没听说吗? 5. 放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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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么晚了 5. 他怎么还不回来? 5. 放心吧 5. 儿子都三十几岁了 5. 服务员 5. 服务员 5. 服务员 5. 这家饭店没有服务员吗? 5. 有啊 5. 有啊 5. 我就是服务员 5. 也是老板 5. 从来 5. 从来 5. 从来 5. 快来尝尝这道菜 5. 我从来不吃辣的 5. 你自己吃吧 5. 除了 6. 除了 6. 告诉你家里人成绩了吗? 6. 除了爸爸 6. 我谁都告诉了 6. 葡萄酒 7. 葡萄酒 7. 你喝过德国的葡萄酒吗? 7. 没喝过 7. 德国不是啤酒好吗? 7. 德国不是啤酒好吗? 7. 觉得 7. 觉得 7. 我觉得经理今天有点不高兴 8. 那就小心点 8. 离他远点 8. 疼 8. 疼 8. 上班时间去哪儿了? 8. 刚才肚子疼 8. 去卫生间了 8. 炒 9. 炒 9. 炒 9. 西红柿炒鸡蛋 9. 是我的最爱 9. 那就来一盘 9. 西红柿炒鸡蛋 9. 还要别的吗? 9. 青菜 9. 青菜 9. 青菜 9. 今天市场的青菜真新鲜 9. 多买些 9. 给爸爸妈妈送一些 9. 点 9. 点 9. 点 9. 我不会点菜 9. 我不会点菜 9. 还是你来吧 10. 点菜也是一门学问 10. 以后我教你 10. 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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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今天晚上吃海鲜吧 10. 好的 10. 今天下班后 10. 我去市场买些虾回来 10. 大声 10. 大声 10.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10. 听见了 10. 别那么大声 10. 这是图书馆 10. 图书馆 10. 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0. 一会儿再打给你 10. 好的 10. 热情 10. 热情 10. 你再尝尝这个 10. 你这么热情 10. 我都不习惯了 11. 草莓 10. 草莓 10. 草莓 10. 我想吃草莓冰激凌 10. 没问题 10. 你等着 10. 我去买 10. 长 10. 长 10. 这些菜都是你做的 当然 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天呐 天呐 我把车忘在公司了 天呐 你的记性也太差了吧 猜 猜 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你猜 猜对了 我请你吃饭 可是 可是 不写完作业不能睡觉 可是孩子太困了 谈 谈 金老师让你去他的办公室谈谈 你知道他要跟我谈什么吗 艺术 艺术 我是学艺术的 能具体说说学什么吗 我早就辞职了 为什么辞职了却不告诉我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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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生气了 他们一直笑 也不知道笑什么 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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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小说真没意思 你都看完了 真厉害 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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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得这么好 经理会表扬我吧 听说过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吗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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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柠檬的大小和鸡蛋差不多 我觉得有点小 买大一点的吧 这件衣服要花掉我一个月的工资 没关系 你喜欢就好 工资 工资 你每个月的工资够花吗 不太够 二 没有字幕听故事 午饭 有一天 我请一个网友吃饭 他要去一个有名的酒店吃饭 我们一起进去了 看到菜单 我吓了一跳 所有的菜都贵得要命 我有点紧张 我正在减肥 很少吃东西 听他这么说 我放心了 如果有生鱼的话 我还可以吃一点 他说 我又紧张 我又紧张起来 您喝点什么 服务员问 午饭 我从来不喝东西 除了法国白葡萄酒 我的网友说 法国白葡萄酒 我觉得我的心好疼 您吃什么 服务员问我 炒青菜 我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菜 你应该吃一点鱼或者虾 这些对身体有好处 服务员 他大声叫 有没有虾 我的网友 又点了一盘虾 一会儿 热情的服务员又来了 我们酒店 刚刚倒了新鲜的草莓和西瓜 要不要尝一尝 天哪 不说我也猜得出 冬天的水果会有多贵 可是 我的网友想尝一尝 他开始谈艺术 文学和音乐 可是 我却一直在想 这顿饭要多少钱 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他说 一句话也不说 再见吧 你真让我失望 再见 我再也不想见了 这顿饭 我差不多花掉了一个月的工资 三 有字幕 听故事 午饭 有一天 我请一个网友吃饭 他要去一个有名的酒店吃饭 我们一起进去了 看到菜单 我吓了一跳 所有的菜都贵得要命 我有点紧张 我正在减肥 很少吃东西 听他 听他这么说 我放心了 如果有生鱼的话 我还可以吃一点 他说 我又紧张起来 您喝点什么 服务员问 午饭 午饭我从来不喝东西 除了法国白葡萄酒 我的网友说 法国白葡萄酒 我觉得我的心好疼 您吃什么 服务员问我 炒青菜 我点了菜单上最便宜的菜 你应该吃一点鱼或者虾 这些对身体有好处 服务员 他大声叫 有没有虾 我的网友又点了一盘虾 一会儿 热情的服务员又来了 我们酒店刚刚 到了新鲜的草莓和西瓜 要不要尝一尝 天哪 不说我也猜得出 冬天的水果会有多贵 可是 我的网友想尝一尝 他开始谈艺术 文学和音乐 可是 我却一直在想 这顿饭 要多少钱 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他说 一句话也不说 再见吧 你真让我失望 再见 我再也不想见了 这顿饭 我差不多花掉了一个月的工资 4. 回答问题 1. 刚开始我有点紧张 后来为什么放心了 2. 我为什么又紧张起来了 3. 我点了什么菜 为什么 4. 请你介绍一下 这顿饭 他们吃了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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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学习生词 鱼香茄子 鱼香茄子 这是鱼香茄子 你尝尝 真的有鱼的味道呀 拿手 拿手 公保鸡丁是我的拿手菜 真看不出来 你还会做饭呢 菜 菜 中国四大菜系中 你喜欢哪一个 我喜欢川菜 你呢 关于 关于 又看电视呢 我觉得这部关于中国历史的连续剧 特别有意思 其中 其中 这些男孩都好帅 其中那个黄头发的好像最帅 能干 能干 你家装修的真棒 多亏你介绍的那个能干的设计师 蓝 蓝 终于到周末了 终于可以睡蓝觉了 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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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的家务活谁干呢 我爱人做得多 一直 一直 你怎么生气了 他们一直笑 也不知道笑什么 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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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又疼了 昨天去医院了吗 他不肯去 着急 着急 你能不能快一点儿 着什么急呀 电影半个小时后才开始 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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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儿 油锅热着呢 知道了 翻 翻 怎么了 儿子把水杯打翻了 难过 难过 奶奶走了 她太难过了 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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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再踢球 知道了 以后 以后 吃药 吃药了吗 还没呢 医生说 吃饭以后再吃药 大概 大概 你什么时候能到 大概一个小时以后 端 端 妈妈 要我做什么呀 你去把汤端过来 满 满 我上班呢 整天满脑子都是工作 注意休息 味儿 味儿 臭豆腐的味儿 太难闻了 是吗 我觉得挺香的 香味儿 香味儿 老远就闻到香味儿了 做什么了 你猜 原来 原来 我还是喜欢原来 那家饭馆的味道 没办法 那家饭馆太远了 厨师 厨师 你爷爷 你爷爷以前是厨师啊 他有好多弟子呢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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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死我了 终于 终于 终于到家了 还是家里 舒服 同意 同意 我的 我的 对呀,这是张老师亲手写的。 喂,喂。 这是妈妈喂我做的早餐,好美啊。 不停,不停。 你看起来没睡好。 昨天晚上,邻居家的狗一直不停地叫。 一边,一边。 那个人点了一杯咖啡。 来这儿的人都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 感动,感动。 这是一张感动世界的图片。 是啊,人类与动物和平共处。 流泪 流泪 这部动画片真让人伤心。 又流泪了。 幸福 幸福 这部电影最后怎么样啊? 当然是小狮子和妈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二、没有字幕听故事。 鱼香茄子的味道。 鱼香茄子是爸爸做的最拿手的菜, 也是妈妈最爱吃的菜。 关于鱼香茄子,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呢。 二十年前,爸爸妈妈刚结婚,妈妈很能干,爸爸却很懒,一点家务都不做。 一天,家里要来客人,妈妈在厨房里做饭,叫爸爸来帮忙,可是爸爸一直看书,不肯过来。 妈妈又着急,又生气,一不小心,油锅翻了,烫伤了脚。 爸爸心里难过极了。 妈妈在家养伤的日子里,突然很想吃鱼。 那时候家里很穷,看病已经花了很多钱。 所以,吃过两次鱼以后,再也没有钱买鱼吃了。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晚饭时,爸爸端上来一盘菜,满屋子的鱼香味。 妈妈尝了一尝,不是鱼,可是却有鱼的香味。 爸爸笑着说,这叫鱼香茄子,好吃吧? 原来,爸爸找了一个有名的大厨师,说了很多好话。 大厨师终于同意教他。 爸爸学了一个星期,才学会。 他亲手为妈妈做了这个没有鱼的鱼香茄子。 看着妈妈大口地吃,爸爸不停地问,好吃吗? 还说,以后一定要多帮妈妈干家务。 妈妈一边吃,一边感动地流泪。 每一口鱼香茄子都是幸福的味道。 三,有字母听故事。 鱼香茄子的味道。 鱼香茄子是爸爸做的最拿手的菜, 也是妈妈最爱吃的菜。 关于鱼香茄子,其中还有一个故事呢。 二十年前,爸爸妈妈刚结婚, 妈妈很能干,爸爸却很懒, 一点家务都不做。 一天,家里要来客人, 妈妈在厨房里做饭, 叫爸爸来帮忙, 可是爸爸一直看书,不肯过来。 妈妈又着急,又生气, 一不小心,油锅翻了, 烫伤了脚, 爸爸心里难过极了。 妈妈在家养伤的日子里, 突然很想吃鱼, 那时候家里很穷, 看病已经花了很多钱。 所以,吃过两次鱼以后, 再也没有钱买鱼吃了。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 晚饭时, 爸爸端上来一盘菜, 满屋子的鱼香味。 妈妈尝了一尝, 不是鱼, 可是却有鱼的香味。 爸爸笑着说, 这叫鱼香茄子, 好吃吧? 原来, 爸爸找了一个有名的大厨师, 说了很多好话, 大厨师终于同意教他。 爸爸学了一个星期才学会。 他亲手为妈妈做了这个, 没有鱼的鱼香茄子。 看着妈妈大口地吃, 爸爸不停地问, 好吃吗? 还说, 以后一定要多帮妈妈干家务。 妈妈一边吃, 一边感动地流泪, 每一口鱼香茄子都是幸福的味道。 四, 回答问题。 一, 妈妈的脚是怎么烫伤的? 二, 为什么爸爸要去学习做鱼香茄子? 三, 鱼香茄子的味道到底是什么? 四, 鱼香茄子里有鱼吗?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